剛剛說什麼叫我們判斷他 是不是偷渡客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又有偷渡客 游上岸了嗎 一名男子全身濕噠噠 兩眼無神 攤坐在警衛室前 警銷貨報 立即到場 那是海軍的啦 是中華民國海軍嗎 當然心情不好 所以艦上降下來 通知你部隊了沒有 出海了 不是啦 出海了 船上也有通知的方式啊 不知道被護的電話 你海軍啊 你不知道你對付電話 員警一查才發現 攤坐在地的男子 居然是海軍通報協巡的 24歲名船軍艦上的 歐姓上兵 疑似不適應船上生活 竟然在16號晚間 趁離港執行徵詢任務時 跑到甲板上跳海逃兵 直到晚上10點半 軍方發現他沒有救 部位職勤 整艘船都找不到人 煙拍引進落海 17號凌晨1點多 接獲造船場保全報案 歐姓上兵穿著救生衣 游了三個半小時 抵達和平島公園求救 表現的部分都還算正常 但是有一些個人一些小問題 那我們也 單位也積極在輔導他 已經跟他做服訪 可能對他的未來的 繼續服役他有一些需要 再跟家裡面跟單位 再做溝通 因為歐姓上兵2019年 上船至今已經服役 4年8個月 平時表現不錯 怎麼會突然不適應 不想當兵 選擇跳船逃跑 立委要國防部查清楚 他是比較近 還可以有回來 那如果發生在其他的狀況底下 有沒有可能是刻意為之 應該是個人因素有關於 未來服役跟他跟家裡面的 這個互動這個部分 詳細再跟他做輔導 海軍積極介入輔導 並組調查小組 釐清落海原因 鳴船艦能搭載量架反潛直升機 美軍現役拖役式聲納 具有強大的反潛能力 如今卻有上兵說 不是一跳海 也讓外界十分訝異 美食宣傳